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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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伴我 等的女走尽客西马尼 寄完醉癌 心有群乞乎之识 不懂痛悲 谁人共我竟性妥过 如眠郡日迷惑满逃 要我相藏軟若重 靠你行善流 天父啊 我泪快躺下 我这心 难受此火花 期望你 会愿意白 将这苦杯 为我拿下 但我只愿意 听付你心意 你组织 我这生意已 不容照 我心是愿成就你旨意 谁能伴我 腾剔泪就尽压西马尼 如圆醉严 心有困几乎至死 不声痛悲 谁人共我 敬省祷告 愿意灭轮入 迷惑满途 愿我相藏愿若终 靠你行善流 天父啊 我泪快躺下 我这心 难受此火花 期望你 会愿意白 将这苦杯 为我拿下 但我只愿意 听付你心意 你组织 我这生意已 不容照 我心是愿成就你旨意 不容照 我心是愿成就你旨意 我心是愿意 我心是愿意 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生的方向 有使命 去回应你的救恩 主 我也很感谢你 因为耶稣基督去成就这个救恩 成为这个榜样 祂说不要跟随自己的心意 却是愿意来跟随主你的心意 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 和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去学习 去跟随 信服主你的心意 求你就用你的说话 继续显明你的心意 也都让我们去跟随主你的心意 是有满足 是有快乐 是充满了感恩 也都看到神你透过我们 也都可以成就天国的事 愿意你的说话 再一次来去苏醒我们的心 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福的名求 阿们 诗篇二十二篇十九节 至于你耶和华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力量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搭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劍 搭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的爪 求你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拯救我脱离野牛的角 你已经应远了我 我要向我的兄弟宣扬你的命 我要在聚会中赞美你 敬畏耶和华的人 你们要赞美他 雅各所有的后裔 你们都要尊敬他 以色列所有的后裔 你们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不轻看 不厌恶 受苦的人的痛苦 也没有掩面不观他 受苦的人呼求的时候 他就谁听 在大会中 我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 我要还我的愿 受苦的人必吃得饱足 尋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地的四极都要纪念耶和华 并且归向他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 因为国道是属于耶和华的 他是掌管万国的 地上所有附足的人都必吃喝敬拜 所有下到尘土中不再存活的人 都在他面前屈膝下拜 必有后裔服侍他 必有人把主的事向后代述说 他们要把他的公义传给以后出身的闻 说明这是他所作的 曼君之耶和华 我们的天父上帝 国道荣耀都是属于你的 你是掌管天上地下万国万族的君王 主啊你的后裔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 主啊所有属于你的人都要屈膝在你面前 尊崇你歌颂你赞美你 因为神啊你就是施行拯救的大君王 你是搭救人民离开苦难的主 主啊你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恶狗的爪 脱离狮子的口脱离野牛的角 主啊一切的患难在你面前都要被消灭 主啊你从来都没有轻看 也都没有厌恶一切受苦人的痛苦 你不会厌烦我们对你的呼求 你不会掩面不看我们心里面的苦情 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 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你 我们要用敬畏的心去活出圣结的生命 去还我们对你的心愿 主啊因为我们一切在过去 在困难在苦难的日子我们都得常拯救 是你使我们完全使我们能够行在公义的路上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要屈身跪拜侍奉你 求你越纳我们对你的敬拜 愿意我们一生都成为一个服侍你的子 蒙你越纳 听我们的敬拜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復活之名而求 阿们 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一节 你要把他们分别为圣 使他们作我的祭司 就必要这样做 取一头小公牛和两只没有残疾的公年羊 以及无教饼 调酒的无教饼 和没油的无教薄饼 这些你都要用细物面来做 你要把它放在一个篮里 用篮装着饼来献上 又将小公牛和两只绵羊牵来 你要在亚伦和她的儿子 带来他们一起来到汇幕那里 你用水给他们洗身 你要拿衣服来 要给亚伦 穿上杂色的内袍 以忽德的牆外袍 以忽德和胸牌 又要促上巧公即成的以忽德带子 你要将礼官带在她的头上 又要把圣官放在礼官上面 你要将膏油带来 倒在她的头上 高纳她 你又要带她的儿子来 给他们穿上杂色的内袍 要被亚伦和她的儿子 束上腰带 包上头巾 这样他们就按永远的定例 得到祭司的职份 你又要将阿伦和她的儿子 分别为圣 你要将公牛带到汇幕来献上 阿伦和她的儿子 都要按在这只公牛的头上 你要在耶和华的面前 在汇幕的门口 宰杀了这只公牛 拿一些血 用你的手指抹去祭坛的角上面 剩下那些血 你就倒在祭坛的脚前 你要将一切遮蓋内臟的脂油 干液 和两个腰子 和腰子上面的脂油 都要拿出来 在祭坛上面烧了它 至于公牛的肉 皮和分 你都要在形外面焚化 因为这些是负罪制 你要将一只公牛羊牵过来 阿伦和她的儿子 都要按手在这只公牛羊的头上 你要宰杀这只公牛羊 拿去一些血 撒在祭坛的周围 你要将这只公牛羊切成一块一块 将它的内臟和羊腿洗干净 放在肉筷和羊头上面 你要将整只羊 焚烧在祭坛上面 这些就是欠给耶和华的烦祭 是欠给耶和华的烦祭 是欠给耶和华的烦祭 你要将另外一只公牛羊牵过来 阿伦和他的儿子 就在这只公牛羊的头上按手 你要宰杀这只公牛羊 拿去一些血 抹在阿伦的右耳垂上 又将他的儿子 他们的右耳垂上 又抹在他的右手的大拇指上 和他们的右脚的大拇指上 并且还要将这些血 灑在祭坛的周围 你要在祭坛上 拿一些血和一些膏油 彈在阿伦的身上 和他的衣服上 并要彈在他的儿子的身上 和他们的衣服上 这样 他和他的衣服 和他的儿子 和他的儿子的衣服 都一同成成 你要从这只绵羊的身上 拿一些脂油 和肥尾巴 遮盖内藏的脂油 和肝叶 两个腰子 和腰子上的脂油 以及右腿 因为这些是受盛职的时候 所要献的公面羊 你要重摆在耶和华面前 装无教饼的膜子里面 拿一个圆饼 一个油饼 和一个薄饼 你要将一切都要给阿伦 和他的儿子的手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 将他们摇动作摇制 你要从他们的手中摇过来 向着祭坛 将这些东西烧在梵祭那里 在耶和华面前 着轻香的支气 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你要取阿伦受盛职的时候 所献的公面羊的胸 在耶和华面前 将它摇动作摇制 这些是你的份 这个摇制的胸 和举制的脚 你都要将它成圣 就是阿伦和他的儿子 受盛职的时候所献的公面羊 被摇过被举过的部分 这些是作为阿伦和他的儿子 从以色列所得的份 作为永远的定例 因为这些举制 这些举制是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制中分别出来 归给耶和华作举制 阿伦的圣衣要传给他的子孙 要穿着受高 又要穿着受盛职 在阿伦的子孙中 凡是接替他做作世事的 每逢进入会幕 在圣所里面侍奉的时候 都要穿祭衣七日 这个圣衣七日 你要将受圣职的时候 所献的公面羊 拿来 在圣结的地方 烧了他的肉 阿伦和他的儿子 要在会幕的门口 吃这个公面羊的肉 和腩里面的饼 他们要吃这些 用来熟聚制的东西 好使他们可以接受盛职 可以成性 但是爱人是不可以吃的 这些食东西是性物 受盛职的时候 所献的肉和饼 如果有一些要留在 早晨 你就要将留静的那些 用火烧了去 不可以再吃 因为这些是性物 这样你要照我的吩咐 要向阿伦和他的儿子 行接受圣职礼七日 你要每日 献公牛一只 作赎罪 用来赎罪 你为祭坛行属聚制的时候 你要结淨祭坛 而且你要用高末祭坛 使祭坛成性 你要为祭坛行属聚制七日 也是要使祭坛成性 这些祭坛就是成为智聚 一切捉着祭坛的东西都要成性 这就是你要献在祭坛的每天两只一碎的羊糕 第一只羊你要在早晨献上 第二只要在傍晚献上 和这一只羊糕一起献上 要用一公升小便和一公升炸成的油混合在一起 又要用一公升的酒来作电制 将另外一只羊你要在傍晚的时候献上 照着早晨的素制和它的电制一样这样做 作兴香之气 作献给耶和华的伙制 这是作你世世代代常献的凡制 献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的面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 在那里和你们说话 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 会幕就会因为我的荣耀被尊为圣 我要使会幕和祭坛成圣 也要使阿伦和他的儿子成圣 作祭司侍奉我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我也要作他们的神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就是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 为要住在他们中间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你要做一座烧香的坛 你要用做甲木来做这个坛 坛要四方的 长四十五公分 闊四十五公分 高九十公分 坛的四角要与坛相接在一起 你要用纯金把坛包裹 坛顶坛的四边和坛的四角都要包裹 你要耳朵 你要浮坛的四次周 到头红筛埃 在坛的兩旁,金牙邊以下,你要做兩個金環,兩邊都有,用來穿木槓的地方方便用來抬這個坛,你要用造甲木來做木槓, 又要用金將它們包裹,你要將這個坛放在法櫃前面的萬幕前面,面對著法櫃上面的詩恩座,就是我與你們相會的地方,阿倫要在坛上燒香料做的香, 每天早晨,整理燈的時候,要燒這個香,傍晚,阿倫點燈的時候,也要燒這個香,在耶和華面前,作你們世世代代不斷的香, 在坛上,你們不可以獻繁香,繁祭,授祭,也不可以在這個坛上面繳墊祭,阿倫每一年都要在這個坛的四角上面,行這個贖聚禮, 每一次,每一次,祂都要用贖聚祭,生的血,在這個祭壇上行這個贖聚禮,你們世世代代都要這樣做,這個坛就要歸耶和華為至聖。 親愛主,今天我們在出拉及的裡面,我們看到上帝你對一個的贖聚,獻祭的要求,有很清楚,很細節的指示, 神愛你設立一個的獻祭,目的都是讓我們不單單獻上感恩,也都是我們有機會,在我們過犯罪惡當中的時候,有一個的出路,有一個代罪的羔羊,成為一個贖聚的祭。 神愛你拯救我們,從以色列在埃及的地方拯救祂出來, 他們一路去走這條天路的時候,他們同時看到,他們也都不斷的犯罪,得罪神,得罪人。 所以神愛你設立一個的贖聚,讓人可以來有機會回轉,有機會來承認自己的過犯。 亦都更加重要的,就是有機會,有新的開始,來去更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亦都更加重要,是更新人與神之間的關係。 主,我們為了你設立一個的祭,獻上感恩。 而同時,亦都為了我們的罪,來扣你去赦免,扣你去憐憫。 主,我們知道,就算我們這一班已經是蒙恩得救,已經有那個高揚,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我們這一班的信徒。 我們仍然在這條的天路上,在淑寧的窄路上,我們仍然是每一日,甚至乎每一個的時刻,我們都有很多的罪。 有犯了我們知道的罪,也有犯了其他人知道,而自己未必知道的罪。 並且有很多很多是隱言未然,我們自己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唯有神你自己才知道。 所以主,求你的聖靈,來到時刻,用那個說不出的嘆息,為我們祷告。 也都讓我們可以謙卑下來,我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們的軟弱。 叫做 Еほyme Kobe também,讓我們也要時常有一種心態,我們願意去 wax布 proving 願意來幫忙,願意來謙卑,讓聖靈在我們生命上,去擦棄不屬 cáiileri心意的地方。 去擦棄那些難阻你做的國度印象,擦棄那些讓神不管得不得榮耀的地方。 神,靠祢去憐憫,我們有什麼地方是需要被祂燒盡的,靠祢去赦免 讓我們再次仰望耶穌基督,祂就是那個高揚人,祂就是為我們獻上各位的主 讓我們不要去白白浪費祂的恩典和憐憫,我們這樣的討告奉耶穌基督得勝復活的名吉,阿門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節 那時十二個不同宗的一個就是家略人猶大去見祭司長說 如果我將耶穌交給你們,你們願意給什麼給我呢? 他們就給了猶大三十塊錢 從那時起,猶大就找機會將耶穌交給他們 徐交節第一天,門徒前來問耶穌 你要我們在哪裡為你預備如月節晚餐呢? 祂說,你們去城裡見某人,對祂說,老師說,我的時候快到 我要去你那裡跟我的門徒守如月節 門徒朝耶穌指示去做,預備好如月節晚餐 到晚上,耶穌和十二門徒一同吃晚飯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 他們就很憂愁,一個跟一個問他 主啊,是不是我呢? 他回答,那個跟我一起,將手站在盤裡面的人 他要出賣我 正如經上指著,人子所說的 他固然要離世,但出賣人子的 那人有禍了,他沒有出世更好 那個出賣耶穌的猶大話 拉比,是我嗎? 耶穌說,你說對了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 抓著了,就抹開,遞給門徒,說 你們拿去吃,這個是我的身體 耶穌又拿起杯,抓著了,又遞給他們,說 你們都喝罷,這杯是我的血 是為納藥的,為很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 我必定不再喝這個葡萄酒 直到我和你們在我天父國裡 喝新酒那一天 他們唱完詩,又出來,往橄欖山去 那時耶穌對他們說 今晚,你們因我的緣故都要後退 因為經常記著,我要激打木人 讓群就分散了 我復活以後,要讓你們先去到加利利 比特對他說,就算所有人都因你的緣故後退 我卻永不後退 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 今晚雞叫以前,你會三次不認我 比特對他說,就算必須與你同死 我決不會不認你 門徒也是這樣說 耶穌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 叫做赫西馬尼 就對門徒說,你們坐在這裏 我要去那邊祷告 他帶比特和西比泰的兩個兒子一起去 心裡憂愁難過 對他們說,我的心靈痛苦得快要死 你們留在這裏,與我一同警醒吧 他稍往前行,將念苦服地上,討告說 我父啊,可能的話,求你使這個杯離開我 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 耶穌回到門徒那裏 看見他們都睡著了,就對彼得說 你們連一個小時都不能夠跟我警醒嗎? 應當警醒、討告 免得陷入試探 你們心靈雖然軟弱 你們心靈雖然願意 肉體卻是軟弱 他又再次走開,討告說 我父啊,如果這杯不能離開我 一定要我喝,就願你的旨意成全 他再回來的時候,看見門徒睡著了 因為他們十分疲倦 耶穌又離開他們,第三次去討告 說的都是同樣的話 然後他回到門徒那裏對他們說 你們還在睡覺休息嗎? 看看,時候到了 人子要被交在罪人手裡了 起來,我們走吧 出賣我的人來了 我們親愛的主耶穌 主啊,你跟我們說 你說你們還在睡覺休息嗎? 主啊,曾幾何時我們立志一生的跟隨 主啊,曾幾何時我們立志擺上 曾幾何時我們立志將一生交託 使致死遵循 我們都好像彼得一樣 我們很血氣的,我們大聲的話 就算所有的人都離開你而去 但是我決永不後退 就算所有的人都離開,我都永遠不離開 主啊,我們不知道我們原來所謂的擺上 都是出於血氣 當有挑戰,當有患難 當神你要呼召我們的時候 我們卻是離開 我們卻是忘記了當初在你面前的那個立志 主啊,當我們自己身體軟弱 我們被這個世界迷惑的時候 我們就離離而去 主啊,我們仍然在這裡睡覺休息 主啊,今天你卻是仍然的等候我們 主啊,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並沒有因為我們的緣故 並沒有因為我們退縮,我們軟弱 我們疲乏,我們離開的緣故 你有半點的離開 縱然這個苦杯是極度的困難 但是你仍然的願意擺上 你仍然願意為我們去喝這一杯的苦杯 你只有一個的心願 就是跟隨阿爸父的意思 你沒有照自己的意思 親愛主耶穌,我們多謝你 你為我們舉起這個一杯 你為我們去成就這個榮約 你為我們去流出你的補血 以至我們的罪得赦免 主啊,今天我們不要再睡覺休息 我們要在你的面前我們警醒起來 與你一起的去爭戰 為你完成神你自己的大使命 主啊,求你的苦杯 今天再一次提醒我們 你為我們而飲 主啊,我們也願意為你背上十格 多謝主耶穌,多謝你 聽我們的祈禱奉 奉主耶穌基督寶貝聖命 阿門 《針言八章十四節》 我有才智和大智慧 我有聰明 我有能力 君王值我掌權 統治者值我制定法紀 領袖貴族和所有公義的審判官 都值我治國 愛我的,我必愛他 恩切尋找我的,必定尋見 財富和尊榮是我的 行狗的財產和公義也是我的 我的果實勝過黃金 勝過貞金 我的出產勝過純銀 我走在公義的路上 行在公正的路上 使愛我的承受財產 使他們的苦苦滿日 親愛主 在耶和華創造的開始 在太初創造一切已先 就有了我 在耿古在太初 在未有大地之前 我已經被立 沒有深淵 沒有大水的泉源已先 我已經出生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已先 我已經出生 那時 耶和華還沒有做大地和田野 也沒有做地上的泥土 好 親愛主 我們今天再一次聽到你 針言的說話 主我們要來多謝你 因為你針言的說話 就是我們的智慧 你說到你的說話 若我們愛你的說話的時候 專心尋求你的時候 必定能夠去尋見 而且所有的一切 世上的一切都是屬於你的 無論是尊榮 財富 神啊 所有的都是從你而來 你並且告訴我們 你的果實是聖過精金 聖過王 所以所有義的人 在你路上 必定能夠 夢你的保守 夢你的看顧 我們跟著你走這條二路的時候 就必定得到滿足和飽足 主啊 今天為到我們的弟兄姊妹來祷告 為到我們的弟兄阿東 為到我們的姊妹Anna祷告 求神你繼續帶領他們 在這條二路上去依靠你 跟隨你 主啊 也都為到我們的弟兄阿Joseph 來祷告 主我們知道他昨晚在公司 亦都遇到另一次的匪徒 入到公司裏面 主啊 求你來去安慰他的心 亦都感謝你 讓他能夠平安 可以無事 主啊 都為到他 和為到眾弟兄姊妹 我們在這條天路上 能夠安慮你的恩典 我們能夠有平安 可以深信 神你與我們同在 繼續帶領我們 經過每一個的考驗 每一個的處境 每一個的難關 主我求你帶領我們今天的生活 各方面 祈禱奉耶穌基督得聖復活的名求 阿門 我們一起同心祷告 愛我們天上的阿爸父 永活的生 你是當受大讚美的 因為一切的恩典 都是從你的寶座上面流下來 主我們敬拜你 因為你是王 願你的王權 在我們生命中 來有彰顯 Amen 主也都求你赦免 赦免我們 很多時候都只是 記掛著在地上的事 忘卻了你 沒有讓你 來掌管我們的生命 主也求你原諒 是 父啊 我們都是 要獻上感恩 主要因為 你賜下平安 我們雖然面對了有危難有困苦 但是 天父你仍然是保守我們 使我們 能夠逃離惡人的手 免遭禍患 主要維持我們獻上好心的感謝 天父啊 我們又要感謝你 因為你給我們有你的話語 用油帶料去提醒我們 叫我們 明白到其實走這條天路實在是 不容易 很多時候我們的心 是被我們 施戀地上的東西 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跌倒 教導我們要小心要謹慎 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免得我們落入了仇敵的圈套 也都是求父神賜給我們 有敏慾的心 有讓聖靈 進入我們的心 引導我們的心思意念 讓我們好好地知道明白神的心意 讓我們可以學習順福 成為合神使用的器皿 然後是服侍主你 主啊 主啊 求你也都是繼續教導我們 要時時去討告 時刻的警醒 以免陷入了這個迷惑 被試探 學習好像在你那樣 從你那裡去知取這個恩典 力量和智慧 使我們的靈不會再沉睡 是可以跟你一同地警醒 在我們的日子裡 好好地為主你而活 Amen 主啊我們多謝你 以上的感恩、討告、祈求 都是奉賴我主 復活而有得勝的名義討告 Amen Amen